大家好 关于呛绿奎和新冠病毒这个问题 我已经陆陆续续做了四五个不同的视频了 这里面我最主要的解释了一下呛绿奎的作用 以及呛绿奎的副作用 和各方面的研究报告 以及我的一些推断 因为呢没有临床的报告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是不能下任何结论 我只是给大家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现在呢陆陆续续的一些临床报告出来了 今天呢我就把这些临床报告给大家做个总结 你们呢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用还是不用 或者说怎么样去和自己的医生去沟通和交流 以确定你们最好的预防或者治疗疗的方案 现在呢我最主要是谈两个 非常重要的报告 这个月出来的 第一个报告是英国的报告 英国这个报告呢 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综合性的一种新冠病毒的测试 它一共呢 在英国呢用了175所医院里面的 一万一千个病人 当然不是说有一万一千个病人全部用呛吕亏 我继续给解释一下 他们把这些病人呢分成五组 一组呢就是什么都不用 一种呢是用呛吕云 另外一种呢是用地赛米松 还有一种呢是其他的一些药物 就像看艾滋病的药物啊 诸如此类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用瑞德西韦 最近大家可能听说过了 地赛米松有一个突破性的实验 临床报告 也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 这个呢我在另一期 我会详细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呢 这个报告呢也有自己的缺陷 为什么呢 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 它具体非常非常具体的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 一份像样的医学报告 他们是用新闻发布稿的形式 就是这个新闻发布稿的形式 和大众见面的 普通情况下呢 在医学界呢 我们是不大会接受新闻发布稿的 因为新闻发布稿呢 发布人呢 可能因为自己的偏见 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想法 只取了他自己认为重要的数据 告诉大家 所以呢我们一般必须要看到 一个正式的一个医学报告 我们才可以下定论 所以呢地赛米松这个东西呢 我会有了一个更新的消息之后 才会做一个特殊的视频 呛绿奎这个东西呢 因为呢 这个呢 它过于的热门了 所以呢 因为呢我还有其他的报告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提出来了 这个呢 最主要是用在谁身上的呢 用在住院病人 住院什么样的病人呢 住院病人在英国和美国 都是比较重症的 就是有缺氧的 需要吸氧或者说需要擦管的这类病人 我们叫重症病人 这些病人里面呢 他们1542个人用了呛绿奎 3132个人呢 没有用 可是呢他呛绿奎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剂量 什么呢 到现在还没有 很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 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个报告 里面会不会有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看原始的报告 他们的结论呢 是这样子的 28天之后 用了呛绿奎的重症病人 25.7%的死亡率 可是呢 不用的是23.5%的死亡率 从这个来看呢 呛绿奎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说呢 英国方面呢 已经把呛绿奎去 出于住院病人里面了 就住院病人已经不建议用呛绿奎了 这是英国的一份报告 这是他的缺陷 也是他的发现 他的好处就是他 人数很多 所以说他的总结性比较高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测试 美国方面和加拿大方面呢 也做了一个测试 可是他测试呢 并不是住院病人 他出测试的呢 是一些接触过 确诊病人过的一些人 就像医务工作者 他们呢 必须是在两米之内 就是6 feet以内和这些确诊病人接触过10分钟以上 就是说帮这个病人检查身体啊 或者和这个病人交流啊 而且呢 是要在没有戴口罩 或者说戴了口罩 没有戴护目镜的情况之下 和这些病人接触的 所以呢 这些我们英文叫high risk 就是高风险的一些人群 这些人呢 就自动的去报名 参加这次测试 然后这个测试是双盲的 什么叫双盲的呢 我解释过了 双盲就是说 谁都不知道 是用了药还是没有药 他们呢 实验方面呢 就把那些药寄给那些人 一共821个人 参加了这个测试 414个人 最后打开的时候 414个人是用了枪氯奎 407个人呢 是没有用枪氯奎 过了14天之后呢 他们看这个结果 那个枪氯奎的剂量呢 这个里面是 开始的时候是800毫克 然后6到8个小时之后 吃600毫克 然后呢 600毫克每天一粒 就吃4天 也就是说5天 一共吃了5天的枪氯奎 然后呢 14天以后 做核酸测试 核酸测试呢 那时候发现呢 用枪氯奎的人 里面49个人确诊 不用枪氯奎的 58个人确诊 那么大家可能觉得 哦 哇 这什么少了10个人 对 从数字上是看 是少了10个人 然而 如果我们用统计学的角度 去测试的话 我们发现 这两组人 没有任何差异 也就是说 枪氯奎没有预防 新冠病毒的作用 这是他们的一个结论 同时呢 他们也发现 用了枪氯奎 这个剂量的枪氯奎的病人 没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 最严重的副作用呢 就是那个 肠胃不舒服 心脏病的情况 他们没有发现 这就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态度 是怎么样 就怎么样 大家和大家说一说 然后呢 还有一个测试 就是一个德国的 也是做一个 差不多的这个测试 可是呢 这个报告还没有出来 可是呢 组织这个报告的人 就是写那个报告的 那个人 已经通过新闻 也和大家说了 他说 我们也没有发现 一个特别的 有预防作用 就枪氯奎 没有预防作用 好 这就是一些近期的 一些枪氯奎的报告 你们呢 听完之后呢 也用自己的理性的方法 去分析一下 枪氯奎到底有效 还是没效 好 谢谢大家